专华县政府为保障弱势民众权益 透过中央金融督导管理委员会 媒合民间产受险公司 从109年3月1日开始 有国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协助低收入户及特殊禁预家庭民众 投保违行保险 让弱势族群能够透过金融服务 脱离贫穷翻转人生 我想这个可以确保我们弱势朋友们 即使遇到了一些意外或者失能 也能够有相关的应急的经费 来保障我们家庭的生活 在这边再次利用这个机会 谢谢我们金管局的长官 以及我们国泰人寿的帮忙 首先我要代表金管会 很感谢我们像张华县政府 还有国泰人寿 以及我们参与协助这个案子的推动的所有的人 因为有大家的努力跟贡献 让我们今天这个案子能够圆满完成 那也让我们的张华县的低收入户 还有我们的特殊禁预家庭 能够获得回血保险的保障 也让我们的保障保险的保护伞能够更扩大 很感谢金管会的指导 还有张华县政府的支持 让张华县大概有8000多名的民众 能够获得微型保险的保障 也谢谢张华县资产团体验和协会的协助 让相关的应用能够顺利的进行 微型保险投保对象是109年度符合低收入户资格 及特殊禁预辅助各项补助 且年满15岁至75岁 共约8000位弱势民众投保微型保险 王县长感谢果泰人寿全额赞助234万元经费 让弱势民众可以加保 若不幸遇意外导致失能或不幸往生 即可获得25000元至50万元等理赔 期望能让更多弱势民众受益 公益频道许维珍张华采访报道